足坛喜讯 恭喜54岁民宿范志毅正式受聘 徐根宝终于不白等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足坛反腐过程中 不少的足球民宿都被牵扯到了反腐的范围当中 一时间足坛当中人人自危 球迷们也是看谁都不是好人 不过也不能怪球迷 毕竟足球坏确实是坏在跟上了 真正热爱足球 为足球做事的人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这些人当中 就有范志毅范大将军 范志毅也非常的备受争议 是因为他敢说大实话 但因为性格使然 所以也少不了会被指责 范志毅最近出现在公众视野 一般都是因为参加了某档综艺节目 他的选择也是恩师徐根宝非常看不上的 认为他应该接手亲训基地扎根亲训事业 不过一直混迹在娱乐圈的范志毅 近日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范志毅正式受聘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称 在生花新赛季出征仪式上 俱乐部为前国族队长范志毅颁发 生花俱乐部监督员聘书 这也意味着老东家生花也没有忘记这位功勋 生花给了范志毅俱乐部监督员的职务 希望他能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余热 而徐根宝也是忠于不白等 大家认为范志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